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冰与火上新江苏卫视引爆收视 王一博平实力被夸 已经在线上平台玩播400多天的电视剧冰与火 上新江苏卫视后 收视率一路飙升 竟是生生带着自CVB诞生以来 整整四年没有拿过卫视第一的江苏卫视 以0.52的收视率首次登顶了CVB卫视第一 同时冰与火更是吸金力超强 广告数量随着剧集的播放 一增再增 作为主演之一的年轻的演员王一博 他所饰演的初出茅庐 锋芒毕露 青色却又聪明机智终成热血的缉毒警官陈宇 更是凭借着自然松弛极其贴近角色的表演 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欢和认可 那么 剧组合作的导演 同事 前辈眼中 王一博是怎样一个人 傅东玉导演 我觉得这真的是天赋 他的王一博原生台词非常好 王一博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演员 而且他在现在的青年演员当中 他的力量感是不多见的 他王一博身上受了伤 心底掏出了魂 王静松三年过去了 这场戏还是喜欢的和王一博的对手戏 更是直言他非常的刻苦非常的认真 陈小他王一博真的演戏上 我觉得他非常的有天赋 他够了 足够强大了 他完全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 非常好 合作过的导演 前辈 同事 没有不夸赞的 而且都是特别走心的夸 不敷衍不商业 不尬吹的有理有据 从天赋到人品到敬业的精神 王一博的优秀 除了黑子 大家都看得到 如此年轻 如此优秀 如此的天赋和人品 不禁让人期待王一博未来 还会交出怎样优异的答卷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